那么蔡英文他接受联合晚报的访问 记者问他一个问题 说政治追杀台湾人总统吗 蔡英文的回答是 这是许多人的感受 好 台湾人总统没主意好做都会贪欧吗 台湾人没做总统吗 台湾人会屈服吗 台湾人会就此屈服吗 今天本土社团有二十几个社团 相继出来声援李登辉 他们声援的理由是什么 我们来看VCR 站出来力挺前总统李登辉 台湾教授协会的十个本土社团炮轰 司法沦为政治追杀工具 特征组像是警备总部复活 把马英雄说 你把欧手传一样的地政策 把欧手传一样的司法款 把地政策变成现代的经济 这是我们台湾人 在民主进化到21世纪 所以没法做对没法接受的这件事 纽约书书上满满的签名都是用实际行动 声援李前总统 年轻世代也利用网路发声 声援李登辉的声浪一波接着一波 军企打狗棒狠狠重击 本土社团代表要把马政府特征组摧毁殆尽 用媒体做人格的谋杀 用司法做政治的迫害 这种区块我们看得非常非常的透彻 女士说要处理党产都不处理的人 还在使用党产来做她的各种事情的人 她不是最大全世界最大的贪污犯吗 特征组死咬国安秘账 起诉高龄90岁的前总统李登辉 知识者义愤填膺 声援活动不断 声援者群起激昂 但李前总统本人面临起诉心情平静 这个讲究无私道的人 对这些事件不够 做一个做一个吃饭 我告诉你你吃饭吃饭 你为什么吃那么多 因为实力很好 面对起诉的第一次公开露面 头发枣花白的李前总统 精神抖擞 他牵起蔡英文的手 高喊气马宝台 同时为一手创立的台联党募款 坚定的眼神中流露 无所畏惧的神情 请大家再看 检察总长说 我如果不做不掀开就是装容作哑 他里面有这样一段 黄世民说 政治人物应该先猛心自问 究竟有无做过违法的事 不应该这个被司法起诉后 就说这个司法从事政治罪杀 我想问的是 我想问的是 估重量说 估重量说 这个案件由特征组侦办 对他比较友善 才请两个律师做不实的陈报状 并依特征组意见 改称红火获利三亿多元 多数用于冲销 先前送进扁家的现金缺口 余款供扁家日后再度所讨之用 我倒想请问 政治人物应该猛心自问 有没有做违法的事 那特征组猛心自问 有没有做违法的事呢 来请教 当然是违法 你看到这个事情 我就想说 不是有何智慧的案子 不是有四个法官贪污吗 检察官贪污吗 你看红火案的这一个方法 跟那四个法官贪污的手法 是不是一样 但我们觉得也是叫说 也是滥权追诉 只不过那边是榜人 这边是抓人 一个是出罪 一个是入罪 出入罪行则相同 同样是违法 所以法律人你怎么讲 你看到黄世民在说这个 你说这个违法 你说估重量 特征组要估重量咬陈水扁是违法 当然啊 没法合法 那既然违法 这个黄世民为什么不查呢 哎呀 真简单嘛 因为要办的是他们 怎么办 要办就不然 当然怎么办都不能办 但是你看说排一排 要办出结果 因为那个结果是要针对陈水扁 当然要办啊 是 怎么可以不办呢 特别会 你看游戏困他起訴 女少年他起訴 当然要办嘛 但是如果我们有问题 拖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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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特别 特别你在说说 压几年我不知道啦 一直压压压压到最后呢 国会多数 法律一改 特别会除罪 然后全部结案 结案的意思是说 既然我们特别有没有问题 都不知道喔 因为已经没罪啦 是 所以你就看出来 所以大家在想说 你看到黄世民在说的 你的气息啦 黄世民大家说 国外秘藏不是阿扁告发的 这他说的喔 是 拜六 礼拜马上就是 刚刚刚的方怡你拿这个保证 说 扁压八年再不先开是装农作业 我在唤其说是不是 因为说这个 你要说跟阿扁无关 订阅订阅 订阅一个座 礼拜座 靠近说这个 所以你想我也说 如果扁压八年 不再装农作业 那请问一下 三中案你押了几年 是 请问一下 国法院你押了几年 对 请问一下 你一个 一家座的座 李政委 你这个有关 估送那样这个红火案里面 作伪证 然后滥权追诉处 你已经几天了 有没有超过李登辉追 超过 是 超过 你押了几天了 我们现在开始 算说他押了几天 所以我在说 其实这是因人而异 俗患因人而异的时刻 就变成 那是为什么特征组会因人而异 特征组 特征组是什么组 我说 那叫政治组 那叫政治组 那叫特征组 原来最高检察署 有一个叫做政治组 我感觉那是政治组 我感觉那是政治组 我感觉这个企图书 他们这个企图书 到底起诉是直讲法律 我觉得这是政治起诉书 还说脚落就像文宣 不知道为谁而宣传 大家想看看 特征组有没有政治性格 我就请教徐律师 徐律师 从事律师工作那么多年 有没有哪一个案子 特征组 特别针对一个案子 然后站出来排排站说 如果这个案子到年底办不出来 我们统统下台 有没有 举出第二个例子就好 没有 所以特征组 为什么针对扁案这样办 因为很简单 马鑫九说他没有指示 他也没有指示 他会笨到 抓过来 这个想法总统过来 我当面跟你指示 怎么样怎么样 有没有 其实我也不知道 但是至少台面上 我们不可能知道这样的事情 但是他讲什么 他讲说 想到扁案 就想到马可寺 他说 这个民进党是贪腐集团 请问这样有没有下指导期 案子还没办 你怎么说 想到扁案 就想到马可寺 想到民进党 就想到贪腐集团 这个就是在下政策指导期 我跟大家报告 国发院案 是多么可怕的一个案子 国发院案 当时讲说43亿 卖出去 大家偷偷想看看 哪一个建设公司 建设公司 我相信很多大老板 也在看我们的节目 你会去买一个机关用地 还没变更地幕 然后你花43亿去买一个机关用地 机关用地 是国家用地 国家用地 你不知道他有没有办法变更 他万一一辈子没办法变更 你那个租金放在那裡 你看你要抓多少钱 万一他没办法变更 怎么办 可是原地建设 竟然在总统大选前 他愿意去投资43亿 买国民党的这一块 国发院 国发案的这个用地 国发院的这个用地 然后这个机关用地之后 竟然说什么 在马英九 这个担任总统的时候说 你要刊登广告说 你要照你的话来做 请问这中间有没有什么交易 我们不知道 这一块 不过机关用地不是国地吗 对啊 国地是怎么变 给他去买 不知道啊 因为也许 也许我们不知道 你如果说我去买这个机关用地 如果没有一个承诺 或者说我可能预知 未来这个机关用地 一定可以变更地幕 一定可以顺利变更地幕 不然的话 你敢投资43亿吗 好 现在果然现在 在2008年之后 马英九当选总统之后 这块地真的 顺利变更地幕 这那个 你刚刚讲说 自由时报报导说300亿 好 300亿扣掉43亿 至少250 60亿的获利 250 60亿的获利 这么好看 这中间 你都原力可以吗 我不知道 这中间有没有什么案盘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只是说 其实原力建设很好大 43亿的机关用地 他敢这样压下去 第二个 我提醒大家 除了山中案之外 还有什么 国法院案复邦案之外 不要忘了 马英九之前任内 有一个猫兰 猫兰去当时 T16塔住 倒下 现在下面那些住屋 现在还每天 心心地